1943年11月 93名八路军指战员 在南北戴固上 粉碎了3000余日军士兵的围剿 最后在坚持了半个月的情况下 总共干掉敌人300余名后 成功突围 而自己只有两名战士壮烈牺牲 这支部队是如何打出 神剧都想不出的战斗的 接下来让我们回顾历史 一探究竟 1943年11月1日 日军纠集部队约2万人 大举进犯我军 一蒙根据地 谎言称只要三个月 便可以歼灭八路军主力部队 为了粉碎敌人的这次扫荡行动 11月3日那天 鲁中第二军分区 十一团三营副营长张栋接到命令 在接下来的时间 率领八连和七连一排的战士 坚守敌人进攻路线上的南北戴固 在那里尽最大能力阻敌深入 上级首长也考虑到 当时连队的编制未满 所以后来又调来了 其他八名战士配合战斗 于是张栋便带着130余名战士 先进了南北戴固 南北戴固坐落在蒙英城东北一带 南北两座山谷之间的距离 约为1.5公里 并且在二者之间只有一道山梁 四面全都是陡峭的崖壁 只在南戴固一面 有一条崎岖的山路 不仅地理条件得天独厚 而且广大军民在抗战之初 就在固上修筑了攻势 这也为接下来的战斗打下了基础 第二天清晨 张栋将部队分成了两个部分 分别进入了南戴固和北戴固 紧接着战士们就在原有的攻势上 继续设防 修筑了不少的阵地 战壕和坑道 附近的百姓 也为部队提供了足够的支持 他们日夜不停地将粮食和水 送到固上 为战士们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 至此 阻击部队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接下来 只需要静静等待敌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11月10日浮晓 敌军的先前部队来到了南北戴固一带 张栋此时派出了几支袭扰小队 将敌人逐渐引到了自己的阵地附近 等到了中午的时候 就见一支 约有三千余人的日军部队 乌泱泱地向着商户袭来 这伙日军通过一些汉奸得知 在南北戴固上注射着我军主力 于是敌总指挥便决定先拿下商户 然后这伙日军便向南北戴固包围了起来 敌人在修筑了两天的攻势之后 于第三天清晨 率先向北戴固发起进攻 就在他们爬到距离固顶百余米的时候 战士们用子弹和手榴弹表示了欢迎 一时间 爆炸声和惨叫声不绝于耳 敌人士兵被打得冰头转向 一股脑向着山下逃跑 日军长官见北戴固的火力太过凶猛 于是他便把目光放在了南戴固上 但是不出意外 看到了同样的景象 11月13日那天 日军部队对商户进行了多次进攻 当时部队虽然带来了大量的弹药 但面对如此数量的敌人 还是显得有些不足 所以战士们只在敌人来到了射程范围才打 只为了节省下来的弹药 能多干掉几人 就这样 敌军的屡次进攻皆被击退 他们一直被挡在山下 死活都上不去 时间来到了11月14日 日军长官感觉这样不是办法 于是便调来了飞机大炮进行轰炸 一时间两个山谷火光连连 到处都是被炸飞的石头 好在战士们事先挖好了防空洞 当时只有一些哨兵战士坚守阵地 以观察敌人接下来的行动 其他人基本上全都躲进了洞里 并且防空洞大多都修在悬崖上 那些炮弹也基本上对战士们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但是炸弹所产生的震荡还是破坏了一些攻势 很多人的粮食和水都被炸没了 这也对接下来的战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随后敌人以为山谷应该没人活着了 于是又开始向固顶爬去 结果战士们又打出了无数的子弹 无论如何也打不上眼前的阵地 九天的时间过去了 日军部队还是没能前进一步 但是此时我军的弹药物资也基本用尽 为了接下来更好的战斗 上级首长果断命令七连一排撤下来 负责给巴连的战士运输补给 至此南北戴顾上只有张栋和九十余名战士了 日军长官可能发现了战士们缺乏物资 于是他命令部队在周围设立了大量的关卡 想把巴连活活饿死在固顶 此等情形可难不倒一排的战士们 他们将大量的物资背在身上 等到晚上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传说迂回 硬是在接下来的七个昼夜 给巴连的战士送去了足够的武器弹药 这伙日军竟始终没能攻克南北戴顾 最后竟气急败坏地使用了毒气攻击 但好在当时他们没有进行火力压制 所以这对战士们也没产生太大的影响 最后还是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 时间来到了11月27号晚上 上级首长认为 南北戴顾的战斗已经达到了牵制敌人的目的 于是给巴连下达了突围转移的命令 最后在第二天午夜时分 战士们通过绳索敲咪咪地来到了故乡 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 在扶晓时分与主力部队顺利汇合 至此 北戴顾战斗进行了15天时间 干掉了300多个敌人士兵 自己只有两人在击战中壮烈牺牲 并且成功地冲破了敌人的包围 彻底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